好 繼續要帶你來看 台日混血藝人小麒炫 去年初出自揭童年生活 被生母遺棄 而且患過多個季養家庭 甚至被不人道的對待 讓他外界對於曾經經歷的過去 感到相當的心疼 但小麒炫更希望的是 能借著自己的故事鼓勵他人 即便在逆境中 也不要放棄希望 1 2 3 4 5 6 7 8 為了錄綜藝節目的舞蹈台藝單元 小麒炫跟著老師一起排練 挑戰過去鮮少常識的性感鬼魅舞風 1 2 3 4 5 6 7 8 我好像讓人家覺得我比較清純可愛 就是觀眾都有既定印象 但這支舞是要呈現一個比較 詭異然後鬼怪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的態度 好像還沒有很出來 外型甜美像洋娃娃般 讓人想呵護連席 但骨子裡個性卻無比堅毅 小麒炫在去年 初初分享了自己的童年 曾患過7個以上的寄養家庭 被生母遺棄 被養父 活體獻祭 關狗龍 毒打等經歷 這些社會新聞或恐怖片中 才會出現的情節 卻是她17歲前的正式生活 我覺得以前可能就是活在一個 大家預期的外表下 可能是偶像女團 漂漂亮亮 可可愛愛這樣 但其實我是希望大家認識 比較真實的我 然後再加上 可能我的成長經歷好像可以帶給一些 生長環境裡比較辛苦的人 的一些力量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是以這個目的的話 那我堅持要做這件事情 又把這一切揭露在大眾面前 真的很不容易 她花了四年時間掙扎 才克服心魔 我就發現好像大家一直放大這個 Hashtag 就好像悲慘童年 然後童年遭受什麼事情 就把這些事情跟我放在一起 然後會變成 每一次我想要宣傳書的時候 就會被某部分的人覺得說 你要賣產多久 對 但我的本意不是為了賣產 我的本意是想告訴大家 我在這麼辛苦的環境 可是我長成這樣 就生長成現在這個狀態這樣 也受到滿多反饋是關於 支持到他們的人生 他們可能也是單親家庭 或者是過著很不幸的童年 然後他們覺得說 那我都可以活成這樣 那他們也要努力的 活自己的人生 希望能將自身精力 化作有用的價值 高中許校園美女身分被挖掘 20歲組女團 Twinkel出道 儘管舞台上的她光芒四射 但成長環境 造就了不安全感與自卑 讓她一度在演藝圈中 找不到定位 其實我自我認同感 是非常低 自我價值感也很低 那在這個圈子 大家都光鮮亮麗 又很有自信 然後又多才多藝 但是我什麼才藝都沒有 我什麼東西都沒有學過 所以我其實中間去上課前 我是想要退出演藝圈的 就覺得好 我覺得好像沒有辦法 適應這個圈子 她那個課上到後面 有點算激發潛能這樣 然後那時候去上 完了之後我才意識到說 我好像可以說話 就是可以透過文字 可以透過我的經歷 帶給別人一些價值 後來又經歷了合約到期 女團解散 最初單純抱著想多賺點錢 改善生活心態 進入演藝圈的她 瞬間失去方向 幸好透過一系列內觀 與心靈成長的課程 慢慢建立了她自我存在的價值 我覺得 近幾年 更因為在綜藝節目的 狼人殺單元 表現亮眼 受到關注 而被封為狼人殺女神 同時也開始經營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認識真正的我 因為在電視上 你也知道有些東西 是被設定好的 所以當時想說 那其中一個管道就是YouTube 可以透過跟大家分享 我喜歡的事情 然後我關注的事情 然後好像在跟朋友講話一樣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你的奶茶 博士小崎萱 我很喜歡喝奶茶 就會跟公司討論說 那我們可以來做一些什麼主題 譬如說 先奶茶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但是可能有時候 就會有一些延伸 譬如說再延伸到 譬如說超商 或者是其他的系列 然後像我自己 對美妝保養有興趣 就會看美妝保養 我們可以拍什麼樣的內容 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主要是 可能我有一個大方向的想法 但細節就是需要 要跟公司一些 就比較有經驗的人討論 因為愛你 愛到我心頭 但你卻不懂我 I'm not alone 本年度最好聽的歌 自由 我並沒有設定 我自己一定是一個歌手 一定是演員或主持人 我希望我自己是很不設限的狀態 所以不管是我在演藝圈也好 我在YouTube圈也好 我在KOL也好 我在我自己的人生裡面也好 或者是穿搭風格也好 我滿希望自己可以呈現 各式各樣不同的樣貌 過去他在意外界的眼光 為了滿足他人的期待 綁手綁腳 30歲的小綺旋 想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包括選擇另一半 他也想聽從內心的聲音 我現在的感情或交友狀態 我都是覺得我OK就好 當然我別人還是會有一些評價 但我就盡量的不去吸收這些聲音 我還是大部分相信我自己的眼睛耳朵 我自己的觀感比較重要 生小孩這件事情 我沒有設定它什麼時候會發生 但我覺得感覺這輩子就是 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就先動亂了這樣 就在我身體狀況還好的時候 先去把它動起來 因為我很喜歡小孩 就像舒敏的富標一樣 人生只需要取悅自己 像當勵志女神的小綺旋 整身體力行的實踐者 覺得我人生可能 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經歷了非常黑暗的環境 但是我活得很真相 然後我就覺得 我想要給大家一種很勵志的感覺 我希望大家想到我這個名字的時候 會覺得我是黑暗裡的一道光 就是我是穿越很多黑暗 到現在就發光的人 我並不是一直以來 超級閃耀 完美無缺 我經歷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 然後我也有很多的缺點 但是我還是可以把人生過得很精彩